只要把握好这两个关键点 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做出超级辣丝的大福 按照这样的做法 就算放上两三天 口感依旧软糯 这样的面皮搭配任何口感的泪馅 都是五丁美味 喜欢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就是这款在澳洲超市最常看到的糯米粉 用它做出来的大福 口感非常细腻 舍心我们按照途中的配方 把需要的食材都放在一起 这里我把白糖的量减了一半 喜欢偏甜口感的朋友们 可以增加白糖的用量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用一个滤网 把面粉糊过滤到一个大碗里 用保鲜膜把碗口封住之后 再用牙签在上面扎一些小孔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上蒸锅了 今天我们用紫薯芋头做馅 不仅健康而且美味 和大福皮同时蒸制 还可以节省时间 开大火蒸30分钟左右 等待的时间 我们来炒一些糯米粉 一会儿做大福的时候 会用它来防止粘连 炒好之后先放凉备用 蒸好的大福面皮 如果里面没有白心 那就表示全部熟透了 趁热加入准备好的黄油 这时候的糯米团 温度还是很高 先用刮刀把黄油 一点一点的切进去 等糯米团不烫手之后 再用双手拿着面团不断拿扯 这个过程 大家一定要多点耐心 面团会越拉越软 延展心也会越来越好 这个动作持续几分钟之后 你可以试着把它平撤一下看看 如果扯出来的薄毛容易破裂 那还可以继续拉扯几分钟 直到手上的面团往外拉扯 一两米都不会断 可以出现又薄又透的手套膜 整个面团平撤延展 并且保持不破的状态 这个面团就做好了 用保鲜膜包起来冷藏一会儿 再来准备内馅 蒸好的紫薯倒入碗中 先把它压碎再加入一些链乳 没有的话用白糖也可以 再倒入适量牛奶搅拌均匀 这个没有严格的配方比例 把紫薯泥调整到你认为合适的状态就可以了 稍微冷藏一会儿就可以把它搓成大小一致的小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好之后 就可以来做我们今天的紫薯韵粒大幅了 其实内馅的选择非常多 红豆的 水果的 奥尼奥的 不管什么口味 大幅的皮才是影响口感的关键 除了配方比例要对 蒸熟之后拉扯面皮的时长也非常重要 只有把面皮的延展性通过不断拉扯释放出来 面皮才会有这种软弱拉丝的口感 包的时候也可以很容易的把内馅包裹住 如果你想造型更好看一些 但又没有模具 可以找一个小碗 把大幅放进去按压塑形一下 再根据具体需要的尺寸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一只好看又好吃的大幅就做好了 看看这拉丝的效果 不需要借助任何来烙的帮助 仅仅是靠着面皮 就可以轻松达到惊人的拉丝效果 只要把握好糯米皮的基本做法 再升级它的颜色就非常容易 家里绿茶粉揉搓拉扯几下 把颜色充分的拉扯均匀 一份绿茶口味的大幅皮就做好了 或者你也可以用牙签沾上一点食用色素 调出自己喜欢的大幅皮颜色 在这个原味皮的基础上 不管是加粉状物还是液态色素 都不会影响面皮的质感 就这样轻轻松松 一份好看又好吃的植树玉尼大幅就做好了 万变不离其宗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最基本的大幅皮的做法 就可以发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大幅 或者学妹娘了 如果常温保存 放上两三天都不会影响口感 或者你也可以单独装起来冷冻保存 吃之前微波炉解冻一下 它马上就可以恢复到现做的口感状态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与试镜 我们下期再见